客人上门大夜班店员 赶紧走进柜台招呼 但这客人看起来有些古怪 穿着蓝色轻便雨衣 手里还拿着一把长20公分菜刀 步步逼近 嘴里笑声念着要抢劫 店员眼看不对 双脚一跨跳出柜台往大门口冲 这时代徒也慌了手脚 手里菜刀掉到地上 这间没有抢成 但他不死心 又闯进另一间超商行抢 一开始有点咔咔 然后不带出来 然后他现在就叫店员 店员就打开抽音机 牛店员看见菜刀 立刻交出手中现金 呆脱得手500块钱 立刻逃离现场 但才一踏出门口 立刻被热心民众拦下 将人制服 旁边有这个 他就拿起来打他的刀子 打他之后 结果打断了 刀子被他打掉了之后 他又拿这个起来攻击 要那个协助的民众 当时热心民众 拿着木板朝他追打 嫌犯落网后 变成自己喝了酒 又吞安眠药 神志不清 不知自己为何持刀行抢 但连续抢了两间超商 已成事实 这些理由还是向法官解释吧 今天晚宾云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